不少民众都喜欢上网购物 但小心哦 而这个货到福之后呢 可能会引发退货的纠纷 有民众就是上了知名的拍卖网 买衣服包包一共花了两千多块 不过因为其中三件衣服尺寸不合 要求在鉴赏期内要退货 想不到才打完电话给业者 又发现呢 他所买的包包也因为瑕疵损坏 十分钟过后 他又再打了一通电话要求要退货 只不过店家告诉他说 一笔订单只能退一次货 让他很傻言 我觉得这个门就是 完全的不合理莫名其妙 拿出自己到知名网拍店的消费明细 潘小姐真的好生气 因为砸了两千五百多 买了八件衣服一个包 却因为size不合 有三件必须退货 没想到打通电话给店家后 又发现这299的水桶包 背带竟然也缝线整个松脱 包包就这样断成两节 再度打电话给店家 店家竟然这样回应 我先做了这一笔的退货 打电话给他 所以五分钟之后呢 我又打给他 跟他想说 我爸爸也要退 因为你们是瑕疵品 结果呢 这位客服告诉我说 不好意思哦 潘小姐 我现在让你退第一笔 这次让你退 但是下次没办法 因为你 我们同一笔的订单 不能进行两次退货 听到店家回了这句话 潘小姐真的一肚子货 直呼哪有 只能退一次货的道理 加上两通电话中间 相隔不到10分钟 店家的客服人员 在处理的态度上 是不是有问题 而且你是瑕疵品 为什么我下次不能够退货 言语上的误解 有可能也会造成客户的误解 可能我们说法并不是 让客户那么的详细的说明 强调绝对没有拒绝 客户做退换动作 一切可能都是沟通 惹的祸 目前也已经做好协调 只是打开网牌大厂网页 上头确实写了 退换流程需在七天 鉴赏期内 一笔订单也只能退换一次货 比就其他网牌公司 规则其实大同小异 但看在消防官眼里 瑕疵品不让退换货 已经违反民法规定 如果消费者超过鉴赏期 发现非人为的损坏 都可以要求店家 给予退换权利 转线台北最后报道